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中国人来讲 这种幽默的性格并不是很好 我不晓得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过 这个一个人喜欢讲笑话 比自己闹笑话好了 所以我是比他喜欢讲笑话 不过这个我到哪里去 大家都叫我幽默大师 就是我在家里 我妈妈我太太不太同意 每次我讲笑话 他们都说实在不太好笑 这个余副兄讲得不错 这个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 这个我们这个西方人 我在外国有的时候出去 有些场合讲笑话 我一上去 我嘴巴稍微笑一点 下面就知道 你大概要讲笑话 还没讲下面就笑得一塌糊涂 我们这个中国人不一样 你笑话都讲完了 他手插得这样插得 眉头皱的 好苦 他就是东方西方文化不一样 不过像我自己的体验 因为我喜欢轻轻松松 上节目我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到我 慢慢有点习惯 所以我觉得渔夫工作室 这个渔夫漫画秀 我真的觉得很大的期望 希望把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 政治文化带点幽默 不要那么严肃 也平常就够严肃 好像好苦 反映我们几千年的苦难 到了选举的时候 剑拔弩张 我觉得这个太严肃 就是不要那种中国人的苦难 或者甚至是悲情 不过照理当这个 我今天是请你来 是要跟你讲笑话比赛 那我知道您这个 当过这个中华奥会的秘书长 那么所以我有这种两岸的笑话 我先讲两个给你 我记得当初那时候我画了一个漫画 是画你到北京去 然后拿了一支旗子 那这就是中华奥会的旗子 我们知道中华奥会旗子是一个白旗 上面五个圈圈 那我们就笑说这个不是国旗 这个叫五周牌肥料袋 然后还有一个笑话是 那时候刚好是这个 全世界在真说得到这个金牌最多是哪一国 我说是中国人 他说为什么 这是岳飞 岳飞得了十二道金牌 我们梦寐以求 梦寐以求 你有没有这样的笑话 我在中华奥会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 也是副主义 也是秘书长 所以对体育比较了解 我们以前体育比较差 最近比较强 以前我们比较差 我们你晓得 我是新党委员 我们很谦虚的 不好的也要讲 以前我们体育比较差 那个划船比赛 国际 人家都已经上岸 都颁奖完毕 那我们那个船 被人家拖回来 那拳击比赛 以前不是说赢输的问题 就是因为上场 有时候打得太厉害 不太愿意上场 不愿意上场 连上场都不愿意去 因为上去打的最后怎么办 但是最近这么多年来 越来越好 不过要得到奥运金牌 还是要李登辉出 为什么 这个高尔夫球比赛 李登辉一定冠军 所以那个亚运比赛 李登辉我就说 亚运其实我们去不了 他说一定要去 搞得两岸关系很不好 光导亚运 我在立法院正式提案 李登辉要去很简单 以中华民国亚运 这个高尔夫选手 他就去了 他不肯 一定要以总统身份去 所以金牌寄望于 李登辉的高尔夫 所以你是说 李登辉根本就是 不用这种 用元首的身份去 用选手的身份去 并且一定得金牌 一定金牌 因为他现在 你看他高尔夫球 挣那么多 我想他的功力 恐怕非同小可 我们国家未来的 民族的希望 不过你 我想您的 当中华会主席 您也去过北京 不晓得两岸的方面 您有什么笑话 两岸的笑话都是带眼泪的 不过最近打飞弹的 这个停止了 是一个对我们是个好消息 那为什么停止 我经过研究已经得到结论了 就是因为 他们听到连战说 飞弹会熄火 这个东西损失太大 立刻停打 现在就要去研究一种雨套 套在飞弹上 那我同时觉得 穿雨衣 穿雨衣 套陷套 对 这个大陆上也是蛮可怜 这个江泽民身不逢时 碰到李登辉 为什么 李登辉 有人形容李登辉的 做事的风格 就是蛮牛进到了瓷器店 创得一塌糊涂 所以江泽民就是身不逢时 听说痛不欲生 那么最近有一些邓小平的消息 不过邓小平大概很想 大家都期待他 每天都写他的副文 对 现在大概每半年他要死一次 邓小平要死一次 他一死股票就跌 不过邓小平死最难过的 听说是国际动物保护协会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世界上最爱猫的人要死了 邓小平这一声最有名的话 不管是黑猫白猫 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就是好猫 不过讲一两句稍微那个的话 就是邓小平在整个大陆来讲 经济改革有他的贡献 他长期来对抗毛泽东 要经济开放 可惜政治上没有开放 所以历史上记载邓小平 我想会有点遗憾 假如他晚年也能政治开放 像蒋经国一样 那他可能会留下更好的名声 不过我记得你还讲过一个笑话 是说台湾这个选总统 定了一些条款 可以展现我们这个所谓的经济大国的这种 这种威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这个总统副总统选拔法 在前一阵子搞 搞得这个是腥风血雨草来草去 主要就是国民党 把这个条件 资格的条件定得太高 又要什么大学毕业 又要有几千万的保证金 又要有多少人的几十万人联署 外国不是这样 比如说斐洛来讲 他是美国独立候选人 一个政治团体推荐他 他就取得资格 也没有保证金 所以当时国民党一定要几千万保证金的时候 我就在立法院发言 我说哎呀 昨天半夜我睡觉 我突然惊醒 大地一声雷惊醒 想通了 要保证金的原因 当然有道理 没有几千万保证金 怎么彰显 我们有上千亿的外汇经济大国 我说这个太有道理了 我说并且最好是十亿新台币 其实是富人条款 封杀别人参写 不过你笑话 我知道黎卫元的笑话 不止就这些笑话 还有三党的笑话 还有我就让你讲很多笑话 包括这种三党的 各党都讲一个笑话 还有包括这种 各个人物政治人物 您都要讲一个笑话 而且还有包括你的家庭 您也要讲个笑话 你们家的笑话 好不好 我们再先坐一会儿以后 我等一下请你来 继续跟我们讲笑话 我知道我们这个 金华像还有另外一个绰号 叫小李飞刀出来 是怎么来的 对 因为我在笑话中 藏了很多暗器 随时丢出去 就会帮新党立大功 所以慢慢就笑里飞刀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新党有新党之音的收音机 广播 我叫我去主持 我就去主持了 我记得当时我就去了以后 突然来个电话 很严肃 李伟源 我长江一号 长江一号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知道 过票就来一个 我双腔黄八妹 我知道有绰号 所以后来 我觉得 我说有人曾经讲 我是小李飞刀 我觉得小李飞刀 那他是一个代号了 他们自己去 好像好多人有代号 很亲热 这个后来也不错 就是小李飞刀 小李飞刀 有的时候专门用来对付老李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邓小平 我好几个邓小平的笑话 第一个邓小平的笑话 是在讲说 我们不是常发这个副文吗 就是说邓小平死了 那后来邓小平真的死了 那人家问说 邓小平为什么死 他笑死的 乱讲 然后第二个笑话是说 在记得很久以前 我们不是要讲反共大陆吗 结果我们要 我们后来真的是有50万大军 反共大陆 那结果这个邓小平 你要去跟邓小平报告说 小平同志 台湾的这个 已经派了50万大军 已经攻打过来 结果邓小平就问说 那是住在哪一个饭店 我们没有 50万大军跑到 22亿人口里面就不见了 而第三个笑话他是 这个笑话是要特地要有学问的 这个笑话是说 邓小平他这个一辈子 就玩了很多中国的女人 那就有一天他想说 那我不要再玩中国女人 我想玩一个外国的洋妞 后来他就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奢契尔夫人 英国首相奢契尔夫人 那么两个人就在香港的一个 五星级的饭店 那么五星级饭店都做完了出来以后 邓小平就引了一句毛泽东的话 他说终于东风压倒了西风 那12亿人出来 他就引了一句马克思的话 他说资本主义尚未到达高潮 社会主义就完了 那我学问 博尔您除了邓小平以外 另外一位江泽民 这个江泽民对他的笑话 我是不敢多说 因为现在两岸这么紧张 飞弹好不容易停止 开他玩笑以后 飞弹真打到洪西山庄 那就太严重 不过我看江泽民在电视上出现 因为他常常讲统一既望于台湾人民 当然大陆要改革要比较可爱一点 才能台湾对有吸引力 大陆要可爱 我觉得江泽民 第一个最重要 那个眼镜框要改一下 那个纯黑的眼镜框 看起来太共产党太严肃 第二个 如果江泽民先生不要介意 这个头发的发型 如果能改成像李庆华这样 会增加很多的魅力 邓小平 他女儿很辛苦 邓荣很辛苦 大概每过一段时间 就要出来说 我爸爸还没死 也是很辛苦 我曾经在台湾讲演 我在立法院有提到邓小平 你知道新党现在成立两年半 是在抹黑的环境中长大 国民党李登辉也抹黑我们 民进党也抹黑我们 什么中共代言人 后来那天我看报纸 这个李登辉的女儿 奇怪 爸爸秀朵 女儿是不是一定会秀朵 这个我是不懂 我讲他李登辉秀朵 是因为他 你知道他曾经讲李光耀 他问说 到底李光耀秀朵 还是我李登辉比较秀朵 他问国大代表这个话 现在又说两岸紧张 李光耀来调停了 我听讲李光耀要说 要李登辉先承认 李登辉比他秀朵 他来调停 那天报上我看到李登辉女儿也讲 他说新党不是中共代言人 我看得不错 李登辉乱讲话 女儿比较不秀朵 有正义感 一看下面不得了 说新党已经升格为中共代理人了 我想说 所以新党是在抹黑中长大 在前年 我们925事件在高雄 我们去办讲演会 民进党在砸场 后来民进党有个立委 他在场 他讲什么 他后来说 不仅新党讲演会不应该 我还看到新党的支持者 群众里面 有中共特工在里面 特务 匪谍 第二天我在立法院发言 我说 这个民进党立委 说有中共特务在里面 我说可能是正确的 因为我李沁华 你能在场 还看到邓小平也站在群众里面 这个我们国内的文化 这个抹黑文化 真是很有意思 那你刚刚只讲到这种 民进党 或是国民党 你都没有讲新党 你应该三党平衡 新党有没有笑话 我们要 我想一下 因为我在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 今天应渝夫的邀请 笑话都讲了 我等他走出门以后 我的选票会不会大量流失 我以后还能不能在立法院 为大家服务 还是渝夫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工作 这个我们还先讲清楚 因为长久来宾 国民党 国民党是这样 就是李登辉总说 国民党两岁 两岁 但是国民党一百周年的时候 李登辉又叫徐水德 到檀乡上去请新党会的圣火回来 火种 表示是传承 那么听说蒋经国知道的很不高兴 就显灵了痛骂李登辉 说两岁国民党的圣火 火种 只要到台北县三支香拿就可以了 李登辉 大家不知道他是独视桶 有人讲晚上睡觉的时候 李登辉太太把他叫醒 说阿辉 你到底是独视桶 李登辉说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笑话如果讲的 选票流失 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 我跟李登辉一样 我今天讲笑话 完全是我当时的意愿 当时的意愿 民进党的问题是这样 就怕这个 就是说 恐怕他们这一辈子 恐怕都想不清楚 到底彭敏敏跟李登辉的差别在哪里 那我是不知道 彭敏敏 谢长廷 他们选举投票的时候 他们是投了自己 还是也投了李登辉 这个我一直是要做一个研究 现在有个讲话 现在有个讲话 那时候彭敏敏跟李登辉 有一定会非常的像 当然他们中间有 我们也画过一些漫画 就把它们画成双胞胎 连体音 是是是 不过现在就是说 除了这些以外 我记得你有一次讲了一个笑话 或者说这个郝伯春对这个刘泰英准备这个某财害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最重要就是说 郝伯春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党产到底怎么管理的 到哪里去了 要提出报告 那这个是刘泰英很痛苦的事 人家把国民党的在香港的房子 很便宜的卖掉 东京的房子很贵的买进来 所以这个 郝伯春这个质询 我是觉得对刘泰英来讲 心脏压力很大 很大 那么刚刚于夫讲说 新党我也不能对他太厚道了 新党很好玩 每一个人到新党的群众大会去演讲 谨送 于夫先生将来要去一字 因为新党的群众很热情 很支持新党 想得你特别强 出钱出力 选举的时候 拿国民党的钱 偷给新党 我们叫草船借鉴 你到新党讲演会去讲演 那个 另外台湾有个讲法 叫做转罪领导 是 他说明明呢 这个 就这个水龙头 装了一个水管 这个水管的水 是要来浇我们家的田 结果呢 浇到别人家的田去 对啊 新党的讲演会 任何人来讲 都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你不论讲什么 你问好不好 一定是好 对不对 对 然后加油 加油 最后 中华民国万岁 这个新党的讲演会 任何人来 效果都很好 那么 新党的政治人物 我都很熟了 开玩笑 语心不忍 那么不过 赵少康王健宣 第一个我特别熟 我们一起创立新党 第二个这两个人 大度能容了 所以渔夫邀请 我就讲一下 但是赵少康王健宣 不满意的话 请找渔夫算账 以上言论 以上言论 纯属李静华各的言论 赵少康喜欢吹小喇叭 会吹小喇叭 那么 我曾经跟赵少康讲 我说我对你很佩服 因为赵少康的小喇叭 一吹以后 鼓励了世界上的人 去做他不敢做的事 因为赵少康喇叭 都能吹的话 什么事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出来表演 我每次跟赵少康讲 赵少康就看我笑 那王健宣委员是圣人 圣人 我看到他 我都是立正 我一看到王健宣 我就觉得 我是罪人 他是圣人 你要救出我 李登辉说 新党的黑道 比国民党还多 我就不懂 新党都是清纯的像一张纸 有一天 我跟王健宣一起吃午饭 我看看王健宣 我突然跟陈旅安一样 突然豁然开朗 我就跟王健宣讲 我是不是你理个平头 又穿个西装 白衬衫 有一点像日本三口主 这个建烟兄 少康兄 包含包含 第一回王健宣 现在你还发明过这个所谓的新党家庭 新党家庭这个定义是什么 新党家庭我讲出来也不过分 我们这个宇夫先生的节目是很多人看新党也很多 我讲话是保证是真的 新党家庭大概是这样 就是早晨是在大地一声雷的声劲中起床 每天都打雷 大地一声雷起床叫起来 起来以后先向国旗鞠躬 在家里先看国旗要鞠躬 然后鞠躬 上班前互道一声 中华民国万岁 然后上班 晚上回来以后 那么在上床以前 要叫一声加油 新党加油 那在小雨滴 声中入睡 大概是这样 那么我到一个新党家庭去吃饭 他们要我去吃饭 李委员来吃饭我就去了 我很感动 窗帘是黄颜色的 而餐桌布是蓝颜色的 那有人还跟我讲 李委员枕头套的颜色要不要看一看 我跟他讲 你枕头套的颜色 你没有看我李庆华的内衣内裤什么颜色 这就是我们新党 这已经到了这种非黄色的布格 很可爱 不过有一次我记得你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说新党都因为常常会比这样子 后来新党的人我所知道就是 你有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有看到人家比这个 海外的人通通在比这个 我那一次有点开心 但后来有点失望 因为我到了美国的西岸 旧金山 一下飞机 看到每一个外国人都这样子 你知道吗 这是新党的标志 我一想 新党已经风行国际了 后来人家说不对了 是旧金山49人队 得了冠军了 你知道吗 我就有点失望 不过坦白讲 新党在海外是第一大党 不过张校园也讲过了 说新党在海外没有空间 对 他这个话是 于福先生你要了解 张校园讲话 他这个人很有学问 所以他讲话你要去深究他的意思 不是表明 因为他很有程度 张校园 那么他讲说新党没有空间 我本来也是很不高兴 后来我去讲演 成千上万人寒人寒 我突然开朗 张校园他的意思是说 新党讲演会人潮汹涌 站着坐的空间都没有了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张校园心里 也是新党的秘密党员 你又害人 张校园对不起 你害死了 你不能升官 不能当外交部长 糟糕了 那除了这个 你讲了这么多别人的笑话 讲讲你们家自己的笑话吧 我冒着今天回家 会被打屁股的危险 我和我父亲李焕 我们是父子关系 我是他生的 我当然知道父子关系 要不然是什么关系 那么外人都觉得 我们长得很像 我小时候 有人按铃我去开门 我就隔着门听到客人说 一个说 找错了不是这一家 一个说 我记得是这一家 我一开门以后 他们看到我 有一个人就说 你看我讲是这一家 看我的脸 他觉得很像我父亲 不过我和我父亲 彼此对看 觉得不太像 我知道原因了 就是都觉得 自己长得比对方漂亮一点 漂亮一点 其实你跟胡锦很像 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很好玩 我们家是常常两党对谈 我们家的饭桌是两边对座 国民党新党常常两党对谈 对刚才两党和解 大和解 不过你刚才 其实我跟你老师讲 你刚才在讲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画你 那么事实上我们以前在画你的时候 特别我在画你的时候 就是把李幻的样子 然后再加上头发 完成了 你把小李会到色会到 OK 我想你还会唱一些歌曲 我自己 也会玩一些 我对我的唱歌事业 这个事情的定义 我基本上是地下歌王 就是 好像职业在这个非职业中混一混 但是讲起职业的话我水准就很低 所以今天上你的节目如果能有唱歌 又没有旁边也没有人笑我虚我 人生一大怪事 一大怪事 OK 好啦 我们一起来唱歌 嘿 嘿 嘿 你这样讲笑话 哎呀 作而言不如企何行 过来来来来 李庆 我啦 我们要唱歌啦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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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篮球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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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中华奥会的这个秘书长 你会不会打篮球 这个篮球 我看到篮球我就很高兴 那么我是篮球健将 我这个假日带着小孩打球 金牌选手的程度谈不上 不过篮球也有沧桑史 大学的时候我比赛 我叫我女朋友来看 结果几度都秀空心球 还摔了一跤 还没面子 不过后来我太太同情我 就嫁给我 好了 阿姨 我待在这一拍去 我唱唱歌 好 来 我先帮你点一首给李登辉好了 好 来 点那个 今天的风静头 来 静头 老家的民草草 点个李登辉 你要唱什么呢 我唱 我就这样讲吧 我自己跟大家一起创立新党 总是期望自己 新党带给我们台湾两千一百万人 就像一阵春风 所以我就唱望春风 好 等一下 你要唱歌之前 我还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有留言 留言 我们要请我们的 你等一下唱完的时候要帮我留言 哦 你要留给谁 我想我留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物 我最崇拜的人物 我最心仪敬仰的人物 好 这个人等一下再说 要别人吵吵 我唱歌的时候 如果有闭眼睛的时候 大家不要意外 我去学蔡琴小姐 没关系喔 没关系喔 古年表記民伯伯 聖太郎主帝 修悲問意騎拍世 心內大紀伊佩 好 謝謝 漁夫兄 歡迎加入新黨 小李飛刀 李慶華敬邀 阿姬啊 你看 這個長度1980年代 你認為做總統 要選人做行政儀 我看得真了 我看得真了 要選人做行政儀 我一堆人在錢 你看 對啊 奇怪 阿姬你問五先知 八八年的事情 近年你就你就 那不一樣 我告訴你 什麼時代都一樣 這價值什麼你知道嗎 天威藍廁 這做總統 強人都說 你要叫我選什麼人 我剛才不要跟你說 這樣表示我的權利 權利是最好的春藥你知道嗎 我剛才在放棄 天威是最好的春藥 你一天都說有國四三有的 你講話自己負責 有的啦 今天有的啦 你這麼關心我家大師 好 我沒關係 我告訴你 這是最重要的事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很奇怪 譬如說 我們知道蔣經國有沒有 蔣經國做行政儀長 行政儀長最大的 總統的虛位 等一下 蔣經國做行政儀長 他提供總統一下 總統人家幹 那結果呢 原來幹呢 他是一個虛位的總統 啊到了蔣經國做行政院長的時候呢 喔我沒有做總統的時候呢 它更變總統責 等一下蔣經國做總統的時候 行政院長什麼人 不知道 不好意思啦 好 沒關係 現在理事務就要 現在理事務就要找誰出來做 什麼叫做規格 行政議長就對了 行政議長 就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他們大家猜說 李正威大概是前兩年 他會去處理內政的問題 大概兩年後 他就開始處理兩岸的問題 不一樣 兩年的時候處理內政部長 沒有啦 是不是內政部長 我都處理內政的問題 好 處理內政的問題 兩年後 後兩年就處理兩岸的問題 然後就退休了 沒有啦 剛才你跟我說行政議長 你不再沒有一句話去就對了 沒有啦 我說你一定會 可能有七年退休 對對對 你說這話我想說 李正華也是行政院長的兒子 對喔 李環 對啦 李環是不是蔣經國做總統時 他做行政院長 對啦 不是不是不是 李登輝啦 你亂說 李勝華 他們爸爸是李煥 我都在這裡的行政院長 李姓安 對 我都在這裡的行政院長 對 我都在這裡的行政院長的兒子 你在說什麼 所以我跟你說 好農賓也要來 你知道嗎 好農賓就是孝博春人家 對 你知道李登輝退休 退休之後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關心很多 對 要做牧師 不是喔 上帝跟他說 你退休之後要做什麼 沒有啦 你不要管管 我李登輝 上帝跟他說 你不用啦 你不用 你退休之後 不用做牧師 你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 他說 他說 只要你在這個位置上 全國人民就會禱告了 李登輝 我實在很沒話說 他說你會破壞 快點算了 每日一壞話